基本情况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 你还是忘不了他 难道我永远只是他的影子吗 我们之间可能真的不合适 你的控制欲 你的心机 你的欺骗 让我真的很后怕 为什么你眼中都是对我的误解 我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 不论怎么样 你都不该 也不能离开我 我们别再彼此折磨了 求求你 放手吧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张26岁来自河北岛购 女嘉宾小天22岁来自河北销售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女嘉宾在这个小片里说忘不掉他 这个他指的是谁 他的前女友 为什么你觉得忘不掉他呢 他在生活中老跟我提起他的前女友 老子拿我跟他比较 还比较啊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我是有一天跟我闺蜜 一起去散步 然后我们就去篮球场上 就看见他打篮球很帅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有点感觉了就 然后呢 认识了 后来不知不觉中 然后我就经常去篮球场 看他打篮球 结果后了一段时间发现他跟我闺蜜在一起了 我就觉得明明是我先喜欢他 他却跟我闺蜜在一起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觉得是他抢走了我的男朋友 闺蜜先跟他好了是吧 那后来怎么他又变成你男朋友了呢 这一转 后来他们两个分手了 然后我一直陪着他 我们俩就渐渐走到了一起 为什么跟前女友分手啊 主持人 就是我跟我前女友感情一直很好 有一次他突然跟我说分手 我当时也是挺年轻气畅 就是有点摸不开面 前女友为什么跟你分手 你可没说呀 我也不知道嘛当时 你也不知道就分了 对 就是突然 突然间就跟我分了 后来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就是你跟你前女友分手 跟他没关系对吧 当时我就是 有点爱不开面嘛 也没问他 就是我前女友欠我提的分手 那你跟你前女友交往的时候 知道你现女友 是你前女友的闺蜜吗 当时是知道的 是知道的 是是是 所以你跟你前女友分手 是跟现女友没有关系的 按你们俩的说法 是这意思吗 反正当时我不知道 当时不知道 对对对 看来还有后话是这意思 那肯定有后话 那你们就往下讲吧 就是后来我不跟他在一起了 一开始跟他交往挺好的 当后来时间越来越长 我发现 我俩没法在一块处了 根本都 为啥 几个例子吧 平时我俩吃饭 我跟我前女友 吃的都是食堂路边摊 感觉挺开心的 但是和他呢 他就会去那种 人间一两百元的餐厅 要不就是日料西餐 我感觉跟他消费观点 就差距太大了 你跟你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都是大学生 那那个时候 只吃些食堂路边摊 我也是啊 那现在跟以前能一样吗 现在你都已经毕业好几年了 我们已经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了 也都工作了 那我们不能现在还去跑去学校吃食堂吧 我现在赚钱了 我不能吃一些更高级的食物吗 而且我跟你在一起 我没有花你的钱吧 几乎每一次都是你掏一次 或者我掏一次怎么样的 你不能总是让我每天跟你吃泡面吧 那行 吃饭我也不想多说 就说咱俩平常聊天 根本就没有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聊天聊什么 聊的都是平时生活上小事 要就看看书 看看电影什么的 跟你呢 你就跟我知道名牌包 要就化妆品 去哪旅游 还有工作上 尔虞我诈 如何如何往上爬 这些我听得都法子 我也不想跟你多聊什么 现在哪个女生不喜欢化妆品 我爱美有错吗 现在男生都很喜欢爱美 都很爱美 我怎么了 这是很正常的好吗 而且我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你待出去也很有面子呀 我就是想过得精致一点 我就是想每天都化个 漂漂亮亮的妆出门去 我就很开心 我不想说那些不化妆的女孩 怎么怎么不好 但是我就是跟她们不一样 我就是想让自己更精致一点 那我就不喜欢这种化妆的女孩 我就喜欢简单的 可是我就是喜欢化妆啊 我就是想让自己精致 我有错吗 那就分了呗 吵什么呀 等于按男生的说法 从消费观开始 你们俩可能有很多东西就不合 对吧 对 我还感觉就是她这人 对我的控制欲太强 开始伤我的通信录制点 女性的联系方式 要不就是跟我说 不让我和异性聊天 还有什么电话 响三声必须接 微信一分钟内必须回 你有意思吗 我这样活真是太累了 那我是为了什么呀 我还不是因为关心你 我爱你 我就是不想看到你 跟别的异性聊天 而且你是什么公司啊 你每天需要跟那么多 女性客户聊天吗 那吧 这都是我同事啊 我做的工作上的事有什么不行的 那你有必要跟他们聊得那么频繁吗 你微信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陪我聊天 我不回你消息 就不代表我没看这点消息 我就是不想回 你跟我这么长时间 你不懂我吗 你不想回我 你还回得这么理直气壮 我是你女朋友 你不想回复我 你想回复谁呀 我又没有骗你什么的 我确实就是不想回 管你的手机 管你的交往 还管你什么呀 生活中很多事 他都管 比如说有一次 他把我最重要的东西都给丢了 什么是你最重要的东西啊 主持人你问他 他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都觉得很可笑 那是我前女友 留给我一些纪念品 火车票还有电影票 我都放一个小盒里了 有一次我回家 我就想看看 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还问他去哪的 他说他打草卫生 当垃圾给扔了 可是呢 你知道吗 他根本就不打草卫生 都是我打草每次 就是故意的这是 对呀 我就是故意的呀 我早就想把他扔了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一直老提你前女友 还留着他的东西 你让我心里怎么想 凭什么他的影子 无处不在 还一直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扔他有错吗 那你也没必要 跟我打招呼吧 跟你商量 你能答应我把他扔了呀 而且上次我跟你说完之后 你就跟发了疯似的 去垃圾站到处找 你才疯了吗 你那些私心裂肺 跟我喊什么呀 你到底想让我咋办 我就是想让你 断了这个念想 我不要你前女友 老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就想想的时候看一看 这都不行吗 不行 咱以前女友 那我刷什么 不是 你听我说 那你不知道 你自己挺有心机吗 我有心机 我怎么就有心机了 你不要给我乱扣帽子好吗 就说上回咱俩约会 下午三点的电影 但是中午的时候 我公司突然告诉我 下午得开会我去不了 而且你也表示同意 改天去 过一个小时 你给我发微信 体温计39度照片 然后我请下回去了 看你啥事没有啊 你这咋解释 故意玩我吗 我怎么就故意玩 那我证明 我在你心里很重要 我有错吗 你那个会议又不是 什么天大的事 说句不好听的 你自己在你公司 什么地位你不知道吗 跟那个不重要的会议 比起来 是不是应该我更重要呢 我是你的女朋友 你忘了上次 你跟我说你喝醉酒了 然后我也是正在 跟我很重要的客户 在谈一笔 很重要的生意 那我听你喝醉了 我不有眼事 立刻赶回去了 那为什么我能 永远把你的事情 放在地 因为你就不能 那咋子 你能做到的事 就非得强强在我身上 打断一下 打断一下 有点听不下去了 这位小伙子 我也听不下去了 今天你是来分手的是吧 是 你是不想分是吧 对 我其实很关注 因为话里话外 好像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都提到了男生的前女友 和女生的闺蜜 对吧 然后这男生开场的时候 我说看来后面还有故事 那个道理是什么故事 你能跟我讲吗 为什么你的前女友 跟你分手 其实早是 其实我想和她分手 最主要原因 就是她一直在骗我 骗你什么了呢 有一会儿我在大街上走 突然碰见 我前女友的一个朋友 我就想上前问候一下 我前女友现状 你分啥现状 都分手了 分手了 我还是一直没有忘 前女友 那你没忘 你别谈恋爱 你追她呀 对 对呀 一开始我和她相处的时候 我之前已经跟她说好了 我就说我心里还有前女友 但是她还表示很同意 她表示很同意 我俩才在一起 她要不同意 我都不跟她在一起 那你前女友 跟你提分手的时候 理由是什么呢 主任你听我说 就这件事 我才知道分手主要原因 要不我根本就不知道 啥原因 就是那朋友跟我说 我前女友 跟我分手的主要原因就是 他说我和她劈腿 啥意思 我没听懂 就是 你前女友认为你跟她劈腿了 对 就是说我出轨了 这意思就是 那你出轨了吗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 我还问那朋友 谁跟你说的 她说是她说的 就是小伙子讲的意思是说 她的前女友 你的好闺蜜 之所以跟她提出分手 是因为你跟她的前女友 你的好闺蜜 说了 你现在的男朋友 对 跟你在一起了 是你干的事吗 对 我承认那件事情是我做的 但是 我也是无心的呀 我跟她前女友是闺蜜嘛 那天 也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 我们两个的一个共同朋友 过生日 一起去吃了点饭 喝了点酒 然后我也是借着酒 就跟她前女友 胡乱说了些什么 就说我们两个 互相有好感了 已经在一起之类的 胡话 我也没有想到 她前女友那么小心 我跟她说了这些之后 她第二天就跟她分手了呀 然后她也没有 注意为什么分手 不要分手什么的 那我也觉得 他们两个的感情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深 而且我早就喜欢她 我一直都喜欢她嘛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机会 我能得到她 他们两个分手了 我就没有告诉她这个事情 就是在骗人嘛 是不是 不是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呀 就是你喜欢你前女友吗 喜欢呢 那为什么她给你提出分手 你不问原因呢 当时就是 有点摸不开面的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她分手 去找前女友是吧 我现在的目的 就是想马上跟她分手 那你的前女友 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 我根本就找不到她了 她刚才说 在跟你交往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 她心里一直有 她的前女友 对 是实话吗 是 这你怎么能接受呢 我以为 时间长了 她也会慢慢 对我有感情 她会慢慢忘了她的 那你变成她女朋友之后 你觉得你跟她合适吗 合适啊 她可刚才说了 你们俩那么多 种种的不同 那是她的问题 甚至她认为你 你在人品上都有问题 她一直都觉得 我人品有问题 都是她的臆想 那你不觉得天天 跟一个看不起你的人 在一起生活 或者恋爱 是对你挺羞辱的 一件事吗 可是我就是喜欢她 我就是不想跟她分开 你要坚定地分手 为什么非要闹到这儿来呢 她要来你就来嘛 你可以在生活里分了呀 我不想那样 做得不了了之 我就是想让她同意 就是我俩好聚好散 你的意思就是 她不同意 你就不分什么 现在就是这个状况 俩糊涂虫啊 老师们你们看看 这应该怎么收拾啊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好朋友的男朋友 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 变成自己的男朋友 我想告诉你的是 姑娘 你化再精致的妆 穿再美的华服 出入再高档的场所 也掩盖不了 你自己内心的缺失 你所有的行为 都在试图证明你自己 你真的是喜欢她吗 你是喜欢得到她的感觉 从别的女孩身上 抢回来的那种感觉 来证明你的魅力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 抢来的东西就是好的 你是多么的自卑 你是多么的没有勇气 面对真正的现实的 属于你的生活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可怜吗 对面那个男人 心里面住着别的女人 他生命当中跟我讲说 他丢了最重要的东西 是和前女友的记忆 你可怜吗 你就像偶像剧里的女二号 充满着心机 但是又让我们 充满着同情和可怜 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好吗 男孩 不管你对你的前女友 有多喜欢 有多爱 你喜欢人家 你就追人家 跟他在一起 不然如果你进入到了 新的情感当中 就不要让你现在的 任何一个女朋友 承受那些 她不应该承受的负累 凭什么我的男人 心里住着另外一个女人 你可以不接受她 你觉得她不好 你跟她飞手 没关系 但如果你开启了 一段新的感情 麻烦你前女友 就是生命走过的那些岁月里 陪伴的人而已 最后送给你们一句话 就是做一个坦荡的人 做一个政治的人 做一个善良的人 做一个有尺度的人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我原本一直以为 防火防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这样的选择 不是她刀架你脖子上 让你去做的 当初如果你爱的那个女孩 跟你说分手 你但凡是有勇气 有责任的一个男生 你至少应该问清楚 至少因为你爱她 想要去挽回 你既然没有做这些选择 我也就罢了 你还去和前女友的闺蜜那里寻找慰藉 大家都在惯这个女生 我也觉得她有问题 但我真的觉得你们各答五十大半 你的问题一点不比她亲 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脸去找前女友吗 说对不起 我是受了别人的挑拨 你自己的心在哪里啊 能被别人欺骗 还不是因为你自己心里摇摆不定 你自己心里不纯净 才会招惹是非 所以你要检讨你自己的问题 而且我劝你 前女友分手了 就是分手了 无论什么样的原因 请你珍惜当下的生活 我不是让你珍惜她啊 重拾自己心中的爱情 才有可能收获未来的幸福 否则你就来来回回地摇摆 最后受苦的还是自己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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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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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